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杜高斯贝电视联合为您推出的商品角节目 本期加入我们的是来自于白银生产领导者之一的 Endeavor集团的创始人 布拉德福特库克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很荣幸来到这里 可以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公司吗 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公司主要的业务在墨西哥以及矿场是非常的漂亮的 我们主要是生产白银和黄金在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地区为主 目前来说我们在墨西哥运作了三个矿场 其中一个是在白银业规模最大的 一个位于墨西哥的北部 另外两个则位于墨西哥的中部 位于中部的两个矿区 从2012年开始正式的投产 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 我们探索到了更多的潜力的区域 好的那么你认为在2015年有哪些高光时刻呢 是你想要在这里给我们回顾和介绍一下的 好的 当然有了 我们在这里很高兴地可以向投资者们宣布 在2015年的第三个季度 我们已经将生产的费用有效地进行了削减 在第一个季度的时候 每盎司的生产成本为15美元 而在第三个季度则下降到了8美元左右 所以说生产成本的下跌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使用的保证金更多了 现金的使用率也是更高了 是的 这真是很大一笔钱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要分享的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今年白银市场并不是非常的景气 当然 所以今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共生产了550万盎司的白银 45000盎司的黄金 对于白银的生产量 大概是每个季度110到120万盎司 这是我们对于在今年定下的目标 并且这也是我们已经连续五年所保持着的水平 而除此之外 五年之前 我们每吨的花销是132美元 而到今时今日 我们每一吨的花销已经削减到了75美元左右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 是的 那么接下来您可以为我们讲述一下 关于您公司产量增长的过程吗 是的 是的 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正式开始生产 然后就以每年40%的幅度进行产量上的增长 另外大多数的资源是我们通过努力勘探得出来的 我们并没有花费进行购买 而是我们自己去寻找 通过去年的勘探与发现 我们相信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资源出现 而正是这一点就是我们产量能够获得提高的关键点 这也是我们能够成为行业内发展最快的生产商之一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所展示的照片就是你们现在的三大矿区之一 泰罗纳拉 你可以从成本削减上来为我们分析一下吗 可以为我们讲述一下更多的关于泰罗纳拉的未来吗 详细的为我们讲述一下你们的计划吧 我们在墨西哥继续将会有五个重要的区域开放 其中泰罗纳拉就是一个 这个区域在一百年前被停止勘探了 也就是说在一百年里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们在2010年开始进入 2011年开始勘探 2012年发现了第一笔的资源 在2014年我们已经获得了当地政府批准开展更多的计划 所以说我们的计划就是 在明年的第一个季度和第二个季度 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和实施更多的更实际的计划 如果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是吗 当然我们会推出合理的财务政策 那么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你们对于削减成本的计划吗 给出一个大概的心得就可以了 好的 其实关于削减成本 我们已经出台过相关的报告了 虽然目前整个行业的成本前景并不是非常的紧气 但是我们决定从现金成本方面开始着手 由于保证金是总价格的一半 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生产商做出产量下调的决定 那么你们有着增产的计划吗 是的 我们的确有着这一方面的计划 我们的目标就是3000到4000万盎司 以及黄金的产量也将会被提高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 不仅仅是20%到30%的提高 是200%到300%的产量的提高 这样的计划可以一天产出100吨左右 那么你们公司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事吗 当然了 好的 感谢你的到来 希望在未来的一到两年中 你们可以实现你们的目标 好的 谢谢 女士们 先生们 感谢你的收看 以上就是白银生产领导者 布拉特福特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我们知道 他们公司目前已经有着三个 正在运作的矿区 很快将会开启第四个 并且对于产量上的增加 也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计划 所以他们的股票 也是值得我们去持续地关注的 如果您对他们公司感兴趣 不妨去深入地了解一下吧 以上就是本期由杜高斯贝电视 为您联合推出的商品角节目 在下一期的节目中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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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